大家好 今天稍微來晚一點 因為我家裡有兩個孫子在帶 就像我們每個人都要工作 帶小孩這樣 那 我想今天大家都很興奮 我們小學的時候 有颱風來都很高興 雖然颱風會帶來很多障害 可是我們就不用上課了 所以念小學的時候好喜歡颱風 今天颱風越大大越興奮 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場的人都蠻像 就很像小孩 那有關大土事件 我昨天在晚上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昨天有一位藝術家 七點鐘在現場超高二三十人在那邊 說做到天亮十二小時 把自己的悲傷透過會話 透過私來表達 那我剛好在家裡沒辦法來 我家裡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小學加油 跳下雨 小學加油 我這個文章 題目叫做 我好想 我好想假裝我不在乎 因為 因為 全天知道消息大概是兩點 兩點十五分 就是消息知道 知道他有一個釣 釣魚的人發現那個屍體的時候 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幾個朋友 全部知道了 那我是在銀行 銀行裡面 通通麻麻要辦一件事情 我看到那個新聞 我假裝沒有看到 可是 事情發生了 我在銀行 好想告訴自己說 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我跟他不太熟 我就去把事情辦完了 後來就一直哭 出來銀行腳步一直哭 別人都不知道我哭什麼 其實我是哭一個陌生人 後來 想到這件事情 這兩天都哭了好幾次 我本來跟大普事件 我也不太熟悉的 因為有五票運動 7月14號那一天 有一個老朋友出現了 他叫做關於你 他也是一個原來在自由時報的記者 後來 看不慣這個自由時報 不作風他就離開了 自己辦了一個報紙 我們是十年前的老朋友 他那天出現在樹立台風的現場 我們第18次 他拿給我一碟大普事件的過程 我從那個晚上就失眠了 就讀了大普事件的所有過程 7月14號讀完那個報告失眠之後 7月18號大普被拆掉 從此我們幾個好朋友去選進那個市場 參加了所有的活動 包括去營救學生 包括去大普放影片 包括現場看到那些瓦力 包括看到很多年輕人 從台灣各地到現場幫忙 有一個年輕人看到我跟我合照 他包包裡面有一本我的書 他說每天晚上我都會看你的書 我那個好驕傲 覺得說 做為一個作家 能夠為這個社會做一點事情 就是用自己的作品 感動別人 從此以後這件事情 就好像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樣 那我今天晚上就在家裡寫完這篇文章 那我大概會寄到我固定的專欄發表 在雅虎的那個新聞的專欄 那個我那個專欄時常會變一下 點閱最高大概有好幾萬人會轉載 我想做為一個作家 我今天很高興 那麼多導演朋友 我們一起做這個五六運動到現在 我生命中在很多時期認識了很多朋友 拍電影的時候認識台灣最優秀的一群導演 做電視的時候認識一群最好的電視工作人員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生命中最驕傲的是 在我這個時候 五六運動認識了各位 各位不是 不是有名的導演也不是有名的作家 可是我很驕傲在我生命中 認識了你們 也是跟你們在一起 你們都給我很大力量 讓我變得更謙卑 今天還好雨很大 因為我知道我不能講話 講話我一定會哭 還好有雨水幫我遮掩 謝謝大家 我們要繼續努力 請大家給小蕙老師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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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在網路上看到 小蕙老師有真的那種心情 自從他那一次去醫院救那個同學 然後他的一個 以前的學生 居大臣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後來他跟我們談這件事情 後來只有大譜的事情 他都一定會去 我想說 他其實可以不管這些事情 可是我想 就是那個魅在 有一個善良高貴的部分 因為 如果我們還有能力 我們要體會別人的痛苦 今天你想 張太太 他今天晚上怎麼過 你想一下 聽說 這是你的母親呢 如果你想想 你的家 現在被莫比奇要拆了 你的家人 聽說這種事怎麼辦 台灣這種事情發生 是太過分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在這邊 我知道很多朋友 他今天來的時候 我們人很少 可是你們都在 所以請告訴我們 如果你沒有參加我們的 郭雪雄 請告訴我們的志工 留下你的名字 我們在下個禮拜 因為我們現在要等農政那邊 到底對這個議題 會怎麼發展 那我們也在看 所以我們會密切 如果那邊有需要資源的話 五六五運動 對於公務議事的題目 我們絕對不會落人後 然後我們也對緩和的東西 繼續堅持下去 那下面我們邀請我們的領隊 柯一鎮導演 跟我們講一下 那中秋的月晚的第二天 我不像小野那麼感性 小野連那個電視台問他 說你台灣科醫症 他就開始掉眼淚 我有那麼好哭 剛剛有一個小組 有講到 其實是不是在鳥裡我忘了 因為後來我被調到另外一組 那個 還有三個地區 也要被徵收 他們也是其中一個 這個其實是政府 讓人民生活在恐懼當中 我覺得 我應該要想辦法 如果政府要收一塊地 照說要安置當地的人 可以得到更好的交換地區 讓人家滿意 而不是就把人家的地拿走 而且最可惡的 有一個信證的委員 這樣講 大福徵收了 那邊漲價了 大家得到利益啊 有什麼不好 這個是空口說白話 而且是睜眼說白話 為什麼 被徵收的完全是損失 地藏了關他什麼事 他完全得不到 而這些國民黨的打手 他可以在電視上 胡說八道 信記我 名字我絕對不把他記下來 你們會常常看到 其實在這裡 我們其實是一個象徵的力量 我們跟大家一樣 只不過是公民 但是不要忽視公民 我們的力量最大 我們在這裡一直堅持下去 就是我們要跟所有的公民站在一起 如果有問題 來這裡 我們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們瞭解以後 會幫忙 我們想辦法幫忙 那大家 其實大家會站在這裡 也是一個正義感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 是台灣人 對台灣土地的熱愛 不要忘記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那在這個颱風天 其實我們早就預計 從第一集 我們就預計 台風天 我們在這裡 而且還有這麼多人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其實我今天講 這個禮拜在這邊 今天雨很大 我其實每次來人 聽的時候 真的很驕傲 也真情志工 跟所有的朋友 上禮拜那個 日本的情首相 來我們的公民 來談談的時候 李佳南說 他在朋友跟我們講說 他這麼久從來沒有看到 那麼安靜 也是堅定的眼神 他覺得我們的眼神裡面跟他以前看到的那個日文是刻不一樣 他特別在那邊跟我講 我說那個眼神我知道 就像我們剛剛要互相看到各位的 雨那麼大 風那麼大 我都直接站在這邊 不對我們才有下一代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國家不應該這樣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慢慢在領記這個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記得 你旁邊還有很多的朋友 我們通過慢慢的傳播 慢慢的說服 其實 上個禮拜有那麼多人 我知道是因為陳明章 是因為豬頭比 是因為日本從首相台 我們現在其實今天有180個人 有100個人 其實我們都不怕 因為很多朋友都要回家 有心在這邊 可是當我們開始慢慢一步一步的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的話 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就會出來 而且不會少你一份的 所以請大家記得今天的夜晚 這個夜晚 其實就是我們準備 慢慢凝聚公民共識的 而且我們陸區現在跟很多的公務服團體 大家慢慢在一起結合 可是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真正打破 長期來藍綠二鬥 再用任何的事情 都用方式來討論的方式 今天我告訴你 今天蘇貞昌 蔡英文 你為什麼不去大埔 坐在那邊 告訴我們 如果政府不給他答案 他就不走 沒有 是我們的阿遠 我們的小弟弟 小妹妹在那邊停著 所以我說他們都要穿進選票 我告訴各位 只有把公民的力量哭喊出來 我們才有未來 讓我們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